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聲夢全奇 我之前拍過一集,說那些小朋友不認識李克勤 或者老一輩的歌手,被人說我不對 不應該助長那些小朋友站在那邊 又說那些人是不是白活了那麼多年 我想跟你說,有一個網上有一個影片挺有趣 就是講李思哲、炮哥拍一段 都是叫聲夢全奇的面試 有一個李思哲是扮演一個七八十年代很紅的歌手 那個很紅的歌手他高峰的時期是比譚詠麟、陳百強更加紅 那個就是一說你就知道 因為八四年我和Leslie、Danny和梅姐 就在Canton Disco跳舞也跳很多 也在八四年我們經常在梅姐家裡打牌 那這首歌絕對是一首好歌 那你就知道這個是 噔噔噔噔噔那首 是說那個人 那個人其實 唱歌很有趣 唱歌其實 唱樣和唱聲 因為大家經常記起那時候的歌聲 就是因為我們在那個年代生長的時候 就聽到那個時代的人 在你的耳邊唱歌 你是自己投射回那個年代的畫面出現 而年輕人 你跟他說譚詠麟 在他的印象就是一個七十歲的日伯 他不會走去投射回八十年代最輝煌那時候 譚詠麟 Once upon a time 即是尾石旁的天際那時候 最經典的時候那個情形 那個樣貌是不會的 因為他接觸的時候是一個七十歲的日伯 怎麼知道傳奇呢 傳奇是一個很有趣的 通常很早在他最壯年那時候離開人世的時候 很容易就成為傳奇 你想想陳百強 他永遠不會一個老的樣子在你面前 梅艷芳不會 張國榮不會 李小龍不會 捷古華拉不會 詹士顛不會 這些就是傳奇 黃家驅那些不會 因為他讓你不看到一個老的樣子 那你一接觸他的時候 他就在一個最盛的年代的時候 你在你的腦裏面 他就成為一個傳奇 因為他是一個不老的傳奇 他都不讓你看不到他老的那一面 當你讓你看到老的那一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是人來的 這個不是神來的 所以不是一個傳奇 那經常懷念過去是沒有意思的 說真的 1984年 Leslie 妹姐 丹尼 再去說是沒有意思的 在今時今日的小朋友 他們有他的新的文化 新的流行文化 我們要尊重他 那只不過是我們沒有給心機去聽 譬如我聽回《徒生門》 那我覺得是一首好歌來的 如果放回在舊的年代 也有機會是歇 只不過說 今時今日的媒體 太多選擇 我們以前很簡單 根本就是疲勞軍詐 和一些洗腦式的 一天聽十幾二十次愛情陷阱 當然是三歲都會背 但是今時今日不會 因為太多五花八門的東西 一天聽每一套劇集 百多集的嘉辯 那些主題曲 你根本一定會是耳熟能詳 因為是一個洗腦式來的 那你叫今時今日有這麼多東西 百花齊放 在一個一個人有三點幾個電視屏幕 就是手機屏幕 電視屏幕 這麼多屏幕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去專注到 以前不同 以前只有一個電視機 幾十人搶著看 或者我再誇張一點的時候 隔著別人的鐵閘去看別人的電視 這個情形不同以前 不可以還用以前的尺度擺在現在 那你說要今時今日去認識那些人 其實是過分了 他不是天王級數得這麼厲害 你看勤不是天王級數到 去到張國榮那些級數 並非是 那就算蔡豐華是以前比譚詠麟更加紅 很多年輕人都不會認識 很正常的 那不要經常將自己那一代 很誇張得是超級無敵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 即是比利有比利時代厲害的人 馬勒當娜有馬勒當娜時代厲害的人 現在梅斯 即是美斯有美斯厲害的球星的人 不可以說到自己那個年代是最厲害的 那個是最轟烈的 又說自己那個年代是最輝煌的 又說自己現在經歷是最慘的 就不要放大了自己 在整個宇宙軌跡裡面 只不過是其中一刻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